Samsung Galaxy Note 10.1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部Galaxy Note 10.1 只是加大了螢幕這麼簡單 兩年還配備了跟Galaxy S3同級的超強 1.4GHz 4核處理器 和市場上獨家的2GB RAM 是現時最高規格的Ankara流動裝置 最難得的是有這麼強勁的規格 Galaxy Note 10.1依然非常簽口 機身只有8.9mm 比現在的Galaxy Note 重量也只不過是600克 打出街又型又方便 而上一代最刺激的賣點 就是可以讓用家隨時畫圖寫字的S-Pen 來到10.1依然有 新版的S-Pen比之前更好握手 敏感度還提升了 而且繼續擁有電子畫板明廠 Wacom的技術 支援壓力感應、畫畫、寫字 和在實際紙筆上沒有什麼分別 而憑直住加強了不少性能 Galaxy Note 10.1可以做到的事更多 其中一件適合三心兩意的我 就是這個 Note 10.1獨有的Multi Screen雙重屏幕功能 它讓我可以把屏幕一分為二 同時運作不同的Apps 有了它 我就可以同一時間在播劇的時候 一邊上網看新聞 又或者做Office文件時 開著E-mail來對資料 配合由Galaxy Tab系列上面移植過來的 Mini Apps、快捷工具列 和Galaxy S3上面都有的 Pop-Up Play畫中畫公文 還可以把更多的影片或者計數機 Music Player 當成小字窗的顯示出來 要一路看片、做事、上網 再和朋友兜電話桌 都不再有Mission Impossible Galaxy Note 10.1功能這麼豐富 得幾分鐘又在哪裡講得完 下一集我會和大家分享 新版S Note的最潮玩法 想知道的話 就繼續留意RainHK電視潮玩教室啦